今次參觀的單位是位於荷民田的愛民村 單位大約360呎 屋主由屋村剛落成搬進來 至今已住了差不多三十多年 今次是屋主第一次裝修 裝修年家屍大約36萬 用了三個月時間裝修 屋主對於今次的大改造 主願目的是希望可以增加儲物和獨立空間 入屋內首先會有一個圓關位 對於一個只有三百多呎的單位算是罕有 設計師Victor除了希望屋主可以有空間換鞋外 亦在圓關位裝設了一些長身櫃 讓屋主一家作儲物 屋主一家比較多物品 所以在設計方面運用了較多長身櫃作儲物空間 經過今次裝修之後 這個單位的間隔變得十分分明 在圓關位後面是一個客廳 客廳空間不算很大 所以設計師在訂購家屍方面 特意選擇了一張變化多端的梳化 由於這個單位本身沒有房間的間隔 所以設計師為屋主更多了兩間睡房 騰出私人空間 另外亦為了令整個單位的空間感擴大 所以在間隔上面亦做了一些手腳 將原本騎樓的玻璃門拆了 由原本大約只有五、六十呎的飯廳 擴大至接近一百呎 在長身旁邊這張飯桌靈活性也很大 在大時大節的時候更加可以打開 最多可以一次過坐到八個人 另外 舊式公屋本身的鎮位比較多 觀感不太好 而樓底亦比較低的關係 不適合做假天花 所以Fiktor 利用了一些木紋的橫樑 以及燈飾解決這個問題 由於樓與樓之間的密度比較高 欠缺私隱度 Fiktor 在以前騎樓的位置 加設了油砂簾 既可以保持私隱之外 亦可以起到彩光的作用 而窗的下面就裝設了木簾 可以遮住分體冷氣機 令整個室內設計望上去更和諧 在幫屋主選購家電時 Fiktor 亦會考慮到空間的問題 所以會以訂造的傢俬配合 將家電統一放好 為了營造北歐的室內設計風格 在用色方面主要是白色 另外亦加入木材的用料 在食物及擺設方面 亦加入不同的北歐元素 MING PAO CANADA MANGUA